大家好,我是小平 这个波机编织了好几天 终于编好了 这种圆形波机 以前小的时候有见过 现在已经很少见有了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种呢 下面来分享一下录制过程 想要波机多大就做多大的圈 先把圆圈做出来 根据自己的实际长度 剪三根不同长度的条 头部三根条间隔几厘米 盘上透明胶固定 再用胶布整圈缠上 中间的部分缠完了 两头再连接起来 继续缠上胶带 再把条纸的外围上下 再加各一根铁丝 再用胶布整圈缠住 下面裁剪波机的框底条纸 中心点 中心点做个十字标记 先剪数条的中心点 第一根绿色条 在绿色的两边 剪两根红色条 再继续往左右两边 剪两根绿色条 就照着这个方法 左右两边剪条 颜色相间隔 横条 同样才剪出一样的条素和长度 下面编织横条 哪个板压住竖条 开始编织中间的第一根 中间的第一根绿色条 压一 边上 条二 压二 两边都是 条二 开始 中间一根 压一 然后 两边就照着规律 条二 压二 条二压二 编织 第一根编完了 第二根 再从中心点的绿色条 中间三根 压三 边上再 条二 压二 条二压二 编法 这边也是 条二压二编法 压条就是一根绿一根红 循环 加条 中心点 这个可以做个标记 继续编织第三根 把中间 绿色条 挑起来 然后 两边是 压二 条二 压二 条二 编法 这边同样方法编过来 压二 第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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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中间这三根 挑起来 然后 边上 压二 挑二 压二 挑二 这边也一样 挑过来 压二 挑二 这样 这样四根 尾一个 滑 第五根 再跟第一根 同样的编法 中间的绿色条 压一 两边 挑二 压二 第六根 第二根 同样的编法 中间 压三 边上 再 挑二 压二 第七根 同第三根 同样的编法 第八根 第四根 同样的编法 下面的条纸就跟着同样的方法循环编织 编好了 半边 转过 这一面 这半边 同上面的半边 同样的编法 中心点的这根绿色 为第一根 现在编第二根 压中间的三根条 边上 边上再 挑二 压二 接着第三根 中间的一根 挑起来 然后再 压二 挑二 第四根 中间的三根 挑起来 然后再压二 挑二 第五根 再同第一根 一样 循环开始编 每一次循环 四根 一个花 就这样 按着规律 编织过来 下面的条就照着这个规律一直往上编 底部编织完 大家如果想要编织大一点的 可以再往外加条 同样的方法编织 底部条用胶纸固定 上条就不会乱跑 制造好的圆圈放上来 对准中心点 外围 发上圈 有大头笔的 用大头笔画 这样明显一点 画好沿着线路 把边上的条反折上来 转角的边条 横向的 沿着线路 剪掉 横向条 剪好 竖条沿着线路 往上折 前部条折完了 把圆圈放在里面 对准外圈的条 用电落铁 融开孔 对好孔 把上面多余的条剪平 每根顺着孔剪平 剪完了 再用细的刷钢条 把它串联起来 里面这半截线 要过外面 从孔里穿入里面 再要过外面 反复同样的步骤 把这半截线 再从里面到外面穿出 反复同样的步骤 一直往前穿 然后圆圈 框边底下 用电落铁打上孔 整圈打上 框圈里外 包住各一根条 固定 圆圈上面 再加入两根铁丝 跟底围的圆圈一样长 缠上胶布 弄好了 框边再锁口 这是双铁丝锁边 开头起步 用一根硕钢丝条 从里穿出外面 短的这头 再往两根铁丝之间穿出 长的这头 往后面 再从两根铁丝底下穿过 穿过来后 再往前面的一根铁丝穿出外面 从底下的孔 穿出 再从里面的一根铁丝穿出 再从里面的一根铁丝穿出 再绕过前面一根铁丝穿下 再从底下的孔穿出 又照着前面的规律一直穿 穿到这里 再往前一个线孔穿入 里面这边也是相对应 穿过来 一个孔穿了三根线以后 再往下一个孔穿出 下面接线头的方法 取一根心的前面弯住 然后再勾住里面的底条 就接着同样的方法 一直编下去 最后收尾方法 把前面的线头 撤出来一段 后面的线条 再往前面一个线口穿出 再往下面的孔穿入里面 再往前面的一个线口 铁丝穿出 在返回后面一个线口穿过 最后一个步骤 线条从前面的两根线口穿入里面的条子里面 剩下把多余的条剪掉就可以了 好了全部已完工 这个波机整体来还挺满意的 平时在家可以晾晒一些干菜啊 还是蛮实用的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